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嚇蠻大一跳的 因為我沒想到會不嚴重 我剛剛稍微看一下 好像就是頭他們好像都有流血 其實就是外傷可能比較多 但我怕裡面要拿著打 因為其實很快 他們兩個都是很認真要接 其實因為他們也是很認真 對待這樣的比賽才會受傷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可能團隊溝通還是要做好一點 當然相撞或是難免 甚至在職業球賽 多少都會有出現這種狀況 當然在平常訓練裡面 我們會提醒他們要 提醒隊友要去做喊聲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回去 還是會特別當作一個課題 可以讓他們去學習這件事情 因為這種事情還是可以去避免的 其實我完全非常肯定 他們拚命的精神 但是在比賽場中 因為球員相對來講 他是球隊資產也是自己的資產 所以也要在學習 在拚命的過程當中 利用一些動作跟一些喊聲的情況 然後去避免這些自己的產生 然後去避免這些自己的產生 不要怕 不要怕 加油 加油 不要怕 天啊 很開心啊 就是好久沒有黑豹起贏了 真的 關鍵我覺得是 這一屆高一進來的學弟 都還蠻強 都還蠻強強 像 羽繩學弟嘛 羽繩學弟他完全大吉 真的很厲害 而且高二高三也都有一點底 然後就是剛好 三界合在一起 就是可以跟一般一組球隊對抗 然後還可以勝出 因為以前可能在我們學長做得太刀 哎呦這句話得罪學生 沒有沒有 對不起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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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